好,今天要跟你们谈的一个topic呢就是美白 对啊,我迟迟都没有谈这个关于美白的问题 是因为其实老实说我长得并不是很白 而且这个夏天我也晒得挺黑的 所以一直都没有,也不敢跟你们分享什么美白的心得 不过呢,很多朋友都写进来问 为了大谢你们对我的关注和支持 我就在这里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美白的窍门 其实怎么样说呢 我真的近年都没有用一些美白或者是美白的面膜 那些产品对我来讲真的是不太健康 因为里面有很多化学元素去 Me think about it,它是用有一点像漂白的 漂白水,漂白粉的元素去把我们的皮肤硬漂白 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健康 而且会令我们的皮肤提前衰老 要是要我选的,我一向都追求自然美和长久的美 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 所以尤其是从一个保养皮肤的角度去看呢 我不建议用那些漂白的面膜 那么讲到我自己的窍门和心得呢 可以跟你们分享 就是其实白对我们来讲呢 是一个视觉的效果 就好像一颗珍珠 看上去都是白色 其实珍珠的颜色本来是黄色的 它看上去比较感觉是白色 完全是因为它的光泽和无瑕 所以视觉上是白色的 就好像你们现在看我的牙齿 是比较白的,对不对 那要当我真的是放一些白色的东西在旁边呢 你可以看见我的牙齿变得不白了 因为我平常喝很多咖啡和奶茶 所以其实我的牙齿并不是很白 所以今天真的要跟你们分享呢 就是怎么样去装白 第一呢就是我们的皮肤一定要滋润 刚才提过了 很多时候看上去一个女孩子的皮肤白和透切 那是因为她的皮肤足够滋润 看上去有光泽 所以这个是我们平常护理清洁皮肤的功夫 一点也不能懒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在挑选防晒用品 就是通常我们就我自己用的 因为我比较懒 所以我只是用BB Cream 的时候呢 我每天这就是我唯一还在坚持用的 而我觉得是比较昂贵的一个产品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非常好用 你不用这个牌子也没关系 或者是别的 不过呢 有两点大家可以注意的 在挑选BB Cream的时候 第一就是 当然它的粉是要非常非常细腻 所以在上 在插在脸上的时候呢 不会好像很多粉 浮在脸上 那个 怎么讲呢 就好像令到你的皮肤看上去很粗 所以那个粉一定要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那个色 这个颜色一定要是带粉红色的 我这里有一瓶呢 是我以前试用过的 其实这个品牌也挺好的 叫做Physicians Formula 不过我嫌它不好呢 就是 也许它是专门给老外用 老外用的 所以 它的颜色是偏黄 我可以试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 差一点点 记得在插的时候 不要插太多 而且 你看我用其实的分量非常少 然后还是要把它先 涂开 就是均匀了以后 再插到脸上去 好 然后 这个呢 就是我最爱的 Lancome 怎么样 粉色呢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边呢 是比较粉白的 我就刚刚提过 是选一个比较粉白的 这一边呢 就是比较黄一点点的 OK 那么 那么 查完BB Cream 以后呢 下一个步骤 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刚才提过 像珍珠一样 应该是无瑕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遮瑕 我相信大多数朋友都懂得怎么样去遮瑕了 不过我在这里再提一下 要是 你看好像我 查完BB Cream已经把大部分的瑕疵都遮住了 不过还是有一点点雀斑 因为 其实我也晒得挺厉害的 好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用遮瑕膏来查一下 那就在这里提醒一下 要针对红色的呢 就用 先用一些绿的打底 然后普通 深色或者是比较黄黄的 就用这个黄色的 先打一层底 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肤色 选一个颜色去 在表面再加一层 那我现在看见我的眼睛这里 因为我没睡好 所以有点红红的 我就要先用一点绿色的 有用一点黄色这个 把我这里有一个小斑 遮一下 这个你越多时间做就越好了 因为瑕疵嘛 能遮多少就遮多少 可是由于时间关系的话呢 我就会重点的遮一下 比较明显的一些斑点 然后用完绿色和黄色以后 都把红色跟比较深颜色的斑遮住以后呢 你就可以选一个比较接近自己肤色的 我就是选 我用中间这个去补一下 记得在用遮瑕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下手太重了 因为这样子看上去会令得更明显一点 所以薄薄的一层就好 另外一样关于遮瑕的学问呢 就是千万要记得要是你的嘴的两角这个地方比较黑 这地方一定要下一点遮瑕膏 然后就是鼻子 这两边 好 大致上就这样子了 所以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做那么仔细 不过你可以看见 我现在的脸 其实比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复光子很多 白了很多 看上去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啦 就是打阴影 不然的话我们都变成包包脸啦 那么讲到打阴影呢 有很多朋友都知道 大概有一个概念怎么样去下 可是我自己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以前一个化妆师教我的 你可以自己照镜子 然后把两把双手捧住自己的脸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标准的瓜子脸 对不对 没错 这就是我们每个女孩子都享有的脸星 所以当你把双手这样子放住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这条线 你就按着这条线 从这条线以外 下一个比较深颜色的粉底 再比方说我用的呢 就是 我的手都出汗了 好 用的是这个颜色 比较深一点的 好 然后呢 这个中间这个比较浅的颜色呢 我就是拿来打光位的 因为其实 我们怎么样吐出这个白呢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视觉上的差距 就是说我们要该按的地方要按 该亮的地方要亮 这样子看上去才会白 所以我先从亮点打起 亮点呢 就是鼻子两边在脸上的一个倒三角形 你看见这两边吗 好 那你就下一点点浅色的粉 一点点就好了 千万不要下手太重 然后不要忘了鼻子 下巴 要是你们头发可以看见额头的话呢 你就用 轻轻用 再大概 夹一层 就是作为一个亮点 好 接下来就是下阴影了 就是我刚才说的 用这个比较深颜色一点的粉 就是我刚才示范的 把我们的手 放在脸的两边 然后顺着这条线以外的地方 下一层 记得一定要均匀 通常我会下两层 记得在下手的时候呢 从外面开始 然后再走 到这个交界的位置 这样看上去很自然 你不会觉得 这里不要 千万不要有一条线 好像储合两千 这样分开 那就非常尴尬了 这样看上去呢 你的脸型就变得立体一点 然后你们想做得更完美一点 把自己的鼻子的形状 也可以吐出来的话呢 也可以从鼻子的两边 轻轻的 来一层 记得不要太贪心啊 很少很少 就好了 有一个窍门呢 就是怎么样去防止自己用太多粉呢 就是你在点完以后 骰一下brush 那多余的粉就会掉下来 你就不会把很多的粉涂在自己的脸上 好 这样呢 你的轮廓就比较分明一点 而该白的地方 也看上去还是白的 下巴 脸 对不对 好了 然后 基本上 我看看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保持有滋润的皮肤 然后懂得怎么去选一个好的BB cream 就是要带粉色的 粉嫩粉嫩的颜色 而且那个粉要超细的 然后呢 就是要懂得怎么去遮瑕 把自己的瑕疵遮起来 因为这样看上去的整体效果才会比较光亮 比较有光泽 最后呢 就是不要用那么多颜色在脸上 因为这样会 鲜艳的颜色会令我们的皮肤看上去泛黄 或者是颜色深了 所以就是这几点 然后最后的话呢 要是有什么特殊状况 特殊日子 好像有时候我都会多花几分钟呢 就是做一个highlight的process 怎么样highlight呢 就是其实同刚才打亮点的方法比较相似的 就是用一个更亮 通常都是你们那个eye shadow的palette 通常都有一个就是纯白色的 我都会用这个纯白色的眼影呢 下一点在鼻尖的位置 记住哦 不要贪心了 一点点就好 一点点在下巴的位置 就是加强那个立体感 然后也是同样 在脸两边倒三角的位置 这样就看得令你的轮廓更鲜明 而且更非常美白了 对不对 好希望这些装白的小敲门对你们有帮助 最后呢就是提醒大家 两点呢就是第一 尽量避免用鲜艳的颜色的唇膏或者是眼影 因为它们会令我们的脸看上去比较黄和暗 所以通常我都是挑选一些自然的比方说是粉色啊 或者是带有光泽的浅的浅色系列的就好 然后最后最后呢就是不要用太多美白的产品 因为它们里面的漂白作用的化学元素会令我们的皮肤提早衰老的 所以要一时的美白还是长久的青春 你们自己衡量一下咯 请记得订查更有以上的 但是我们所有的效果能数有更差 因此我们都会略有不同的性格和状态 记得 che对病各自然的写真感 是用最重要的 我们不厉害 row青春 谢谢大家 如果你有点赞和问题 请咱们 我们可以考虑一起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